鱷魚耶 到底這輩子可以吃到鱷魚的機會 有沒有個一兩次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鱷魚肉 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口感 它連指甲都還在耶 這個鱷魚腿肉真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 雖然說這一碗要1500塊 超誇張的 啊 怎麼大一隻 但是它的口感比雞肉要再更Q 大概要乘以3到4倍吧 所以吃下去它是會彈的 這個口感很特殊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奇怪美食系列啦 我跟大家說 最近的奇怪美食真的是超級多 而且都來得超快 你看像一開始的大王巨竹蟲 隔每兩週馬上又有青蛙拉麵 最近又有超多人一直在社群媒體上 傳訊息給我說 欸尼亞我跟你說 又有新的東西可以拍了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我來開箱 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 沒錯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呢 就是位於雲林斗六的 哥吉拉鱷魚拉麵 鱷魚耶 到底這輩子可以吃到鱷魚的機會 有沒有個一兩次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鱷魚肉 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口感 感覺起來就很硬啊 而且你看到這個商品圖上面呢 它連指甲都還在耶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然後非常的難以想像 好那我們現在呢已經到達店門口了 就一起進去看看鱷魚拉麵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這間店的店名呢叫做女屋湯麵 它整個裝潢呢還蠻酷的 有這種像貓頭鷹 好啦等了大概五到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的貓頭鷹來啦 啊不仁直視 超級大吃的鱷魚腿肉 這個鱷魚腿肉 真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 它一隻腳就等同於我的臉 超誇張的 然後看起來超級豐富的這一碗 雖然說這一碗呢要一千五百塊 老實說不算便宜 但是呢畢竟鱷魚腳這種東西 真的是非常稀有的食材 平常根本就不可能會碰到 啊給大家看看 我實際上拿起來 啊 什麼吧 然後它上面有一層一層一格一格的 那完全真的就是哥吉拉才會有的鳞片 然後那個指甲的部分完整的保留 我現在摸起來呢 那指甲還是硬硬的 但其實這個實際上要吃的話呢 它是會把上面這個皮給去掉的啦 因為這皮實在是太硬了 那它不去皮呢 主要就是看起來會比較像哥吉拉啦 因為它畢竟叫做哥吉拉鱷魚拉麵嘛 那好那我們現在就去請師傅幫我們把皮給去掉吧 好啦我們把皮給去完了 其實去完皮之後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有點像是放大版的乳雞腳 但是看到這個長的部分它還是沒有把它去掉 那我們實際上先來吃吃看這個鱷魚肉來 什麼口感 好期待喔 其實看上去也是白肉 感覺就是很像雞肉的感覺 那我們吃囉 好酷耶 沒有太多的本身肉的味道 還是比較多是滷汁的那個味道 但是呢它的口感比雞肉要再更Q 大概要乘以3到4倍吧 所以吃下去它是會彈的 這個口感很特殊耶 喜歡決定研習我們這個 奇怪美食的傳統 直接拿起來開課 除了比雞肉還要再更Q彈之外呢 它又比較扎實一點 它跟我們上次吃的青蛙就完全不一樣 青蛙呢它是比較容易入口即化 那這個呢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一咬下去 你還會覺得要再用力一點點 才有辦法把它整塊咬下來 但說真的都很好吃耶 那我蠻訝異的是它沒有腥味 因為呢這師傅有跟我說 他說其實這個皮的部分呢是會有腥味的 但是他在把它去皮之後呢 竟然完全就沒有腥味 嗯 真的好像在吃什麼 乳鳳爪 可以跟它牽手 謝謝你今天給我吃 吃鳳爪的時候都要啃滷 你看它的骨頭跟我的手一樣粗耶 而且我覺得它是會越吃越刷粗 我現在沒有看它 我就覺得我在吃雞腳 好那我們接下來吃吃看它其他的配料 它湯底是用咖哩做成的 然後它的配料呢有像這個玉米筍 筍乾 再來呢這看起來是豬肉吧 鳥蛋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在麵裡面竟然有檸檬 我們先喝點湯看看 好特別 它確實是咖哩湯麵耶 就是很純正的咖哩的味道 先吃玉米筍 玉米筍還是保有它原本的味道 但是在尾韻的部分呢 會有一點點咖哩味出來 但是它可以讓整個玉米筍的味道變得更濃郁一點 吃吃看豆腐 這感覺不是豆腐 比較像是魚蛋的那個味道 這碗真的料很豐富耶 這個肉吃起來比較像豬肉 可是它會比一般的豬肉片再更厚一點 不會很乾彩 而且肉的香味還是有出來的 然後它還有超多的高地菜 超多的高地菜 它麵的部分也是給了很多 然後它的麵是 細的圓麵 我覺得它的麵搭咖哩的湯 很搭耶 它咖哩真的很香 不要浪費 可以多吃 好 那我們這次的哥吉拉鱷魚拉麵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老實說會讓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一開始呢我覺得鱷魚肉一定不會好吃的 但是實際上吃下去之後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很多 第一個是口感 它其實是Q彈 它就是很有嚼勁啦 那再來是味道 我覺得味道上是因為店家有做過處理了 它滷的還蠻入味的 就是我們一般在吃鳳爪的那種鹿汁 其他配料的部分呢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就是尤其是咖哩的這個湯底的部分 有用心 咬起來的時候呢 它都還有一點那種 咖哩一絲一絲的感覺 就是它不是用咖哩調理包做出來的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非常的多 有高麗菜嘛 玉米筍啊 木耳 鳥蛋 基本上一整碗的半邊全部都是料 那如果你有來雲林的話 也是可以來嘗試看看啦 雖然是要預約 那一輩子能夠吃到鱷魚肉的機會也不多 不如就趁這個時間來吃吃看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你還有知道什麼很特別 很特殊的奇怪美食也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近已經有很多人呢 會在IG上各種私訊我 特殊的東西讓我去拍 我覺得很棒 希望大家有看到都可以推薦給我 那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來 Minister Wei 祢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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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f